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官仪事件成为武则天全力生涯的一个重要分水理 通过这件事 本来已经日渐失势的武则天 却出人意料地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在朝堂之上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威权 而高宗的振作似乎也成了昙花一现 表面上看 此时的武则天似乎已经掌控全局 高枕无忧 但事实上远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维持手中的政权 他需要可靠的盟友 而此时的他却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 同时 与娘家人的复杂关系 强劲情敌的出现 都成为了武则天要面对的棘手难题 一代女皇武则天究竟会如何处理这种危局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做客买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武则天系列节目 皇后的心病 上官仪的案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武则天通过这个案件 他大幅度地抓权 而高宗振作起来 主持朝政 成了一个昙花一现 满朝的文武 通过上官仪这个案件 自己会去电量 高宗和武则天谁更重 新唐书《武则天的传》里面 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描述 他说到初原旧大臣福祉 不月睡屠夫 道路沐渝 即宜建诸 这正赴房为天子拱手矣 群城朝四方奏章 皆约二圣 美士朝殿宗垂帘以后偶作 生杀赏罚为所命 当其人断 虽甚爱 不少隐也 地晚一并封不知 天下是一父后 这一段话高度地概括了 到此为止武则天在政坛上 走过的一个一个的足迹 我们看武则天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一步 他制造了长孙无忌的案件 让唐太宗留给唐高宗的 这个顾命大臣的班子 被他彻底摧毁掉 把这么强有力的开国元勋都给搬到 所以道路是沐渝 不敢说话 大家眼睛相视 心里明白 第二件事情 如果百官还把长孙无忌这个案件 当作是个人的问题 长孙无忌得罪了武则天个人恩怨 这就是武则天最想希望 因为你认为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就把自己高高挂起 看热闹让人家去斗 那就可以让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各个急迫 所以人的自私冷漠 甚至对别人事情的幸灾乐祸 这是让专制主义者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等到最后脚所套到自己的脖子上 你要后悔就慢 因为你将被各个击破 我们看到上官夷的案件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长孙无忌的案发以后 下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斗争 就是上官夷跟高宗曾经想废武则天 这个时候你想他要再去抗击武则天 他的力量比长孙无忌那个时候要小多了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一次失败告终 第三步 武则天借着这一些案件 他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他和高宗一起 共同上朝听证 这大概也是前所未有 我们知道在隋朝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皇后 隋文帝的皇后 独孤世 不管独孤世有多强势 她跟文帝一起上朝 到朝堂前面 独孤世就止步不前了 朝堂上是隋文帝做朝 而武则天现在呢 是和高宗一起上朝 两个人并听朝政 所以称为恶圣 真的出现了天有恶日的情况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想通过什么手段去削弱武则天的权力 那就更难了 而且在朝廷里面议事的时候 往往还是武则天的意见要占上风 高宗想保的人都不敢保 基本上都得听武则天的 第四步呢 武则天 他当政 他有两个特点 他非常善于使用打击和安抚的两个手段 他对政敌的打击 一定是非常严厉迅速的 而且是非常残忍 打击要把政敌彻底摧毁 另一个方面 一旦他取得胜利 他又会对百官进行 重重的奖赏和安抚 可是他给你的安抚 一定也会让你隐隐地感觉到 安抚后面的权力 他的奖赏也会奖赏地 让你感到害怕 总之不管是打击还是安抚 百官现在对武则天呢 那是唯唯诺诺 心存畏惧 而武则天安抚这一首 在政治上面 就表现为粉饰太平 他召集了很多的儒生 一起来编书 编了多少呢 有上千篇的书 可是这些书你仔细看 《猎女传》 要求呢 妇女要去当业女 要守洁 可以看出 他对待妇女呢 观念是相当保守 他给大臣们 定下很多规矩 成轨 百疗心界 成轨这个书 和唐太宗时代呢 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 唐太宗非常强调 这个朝政的好坏 最关键是皇帝 是不是当得好 领袖非常重要 他给他儿子编的书 是地范 教他儿子 如何当一个好皇帝 武则天编的是给大臣 让大臣能够 服服贴贴的顺从 睡觉成轨 你可以看到 武则天和唐太宗 在整个治理朝政上面 他们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不管怎么说 他通过编这些书 他实现了一个粉丝的作用 也给了大臣们心里明白 要懂得服从 武则天和高宗 并驾上朝 就从此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制度 到这个时候 朝廷用一个声音在讲话 高宗可能还不太明白 这里面的意涵 但是很快 百官的表现会让高宗明白过来 有一次高宗上朝 在朝堂上 他和大臣们讲历史 讨论了隋朝 为什么那么迅速灭亡 他让百官发表意见 可是呢 没有人说话 高宗纳闷 高宗就说了 说隋阳帝呢 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就是不让人说话 不接受正确的意见 所以就等于把自己的耳目都塞掉 成了一个盲人 成了一个瞎子 这个朝政的就一定搞得很糟糕 所以隋朝很快灭亡 为什么今天你们都不说话呢 鸦雀无声呢 朝廷里面资历最老的大臣李吉 这个时候说话 他说陛下所为尽善 群臣无德而见 他说陛下您做的事 样样都好得不得了 所以大臣们没有什么可以尽见 这个看起来 仿佛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已经告诉人们 武则天的专制权力已经成形 公元664年 通过处理上官仪事件 武则天开始垂帘听政 从幕后走到台前 与高宗一同接受群臣朝拜 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二圣临朝 从此武则天在群臣面前树立了与唐高宗并尊的地位 可以说这是自从他14岁入宫以来最光彩夺目的一刻 不过武则天虽然在朝廷上抓住了权力 风光无限 但是没有摆平的娘家人却仍然是一块心病悬在他的心头 我们知道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 是武士约再娶的妻子 武士约死了以后 这个杨氏携带了三个孩子 回到了武士约的家乡 在武家 他受到了武家的白眼 被武家人欺负 最主要欺负他的有哪些人呢 武士约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做武元庆 一个叫做武元爽 他们恨杨氏 他觉得就因为杨氏的到来 才让他们不再受父亲的宠爱了 在武家里面呢 是他的两个侄子 一个叫武为良 一个叫武怀孕 他们和武士约前妻的孩子 结合在一起 共同来欺负杨氏和他的三个孩子 让他们饱受委屈 这个家庭里面的事情 是最难办的 在中国古代 这个家庭事务 南方和北方 是很不相同的 南方人 在古代那个 一夫多妾的制度里面 他有一个正妻 后面有妾 正妻死了 南方人会用什么办法呢 他会在妾里面选一个顶上来 就成正妻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家庭呢 比较容易过度 都是他的妾妾里面 这个正妾在这一群人里面 已经是既定的 妾可以生来 孩子们呢 长期在一起生活 比较容易和睦 但是北方人不这么看 北方人认为南方人这么做呢 是很不得体的 以妾为妾 那在北方是很受人看不起的 在北方妾就是妾 妾就是妾 妾 你做梦都不要想当妾 所以北方的家庭怎么办呢 正妻死了 你需要正妻 再娶一个 妾能然是妾 可是这么一做呢 一个问题出来了 正妻的孩子是妾子 现在新娶的正妻来了 那么前妻的孩子怎么办呢 她还是妾子吗 如果不是她就是妾子了 可是之前她明明是妾子 这个妾妾之争 关系到了整个家庭财产的继承 家庭的绝位的继承 背后是巨大的家族的利益 五世约家庭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杨氏是后娶的 她是正妻 那么我们说她前妻那两个孩子 那就一下子就不是嫡子了呀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叫做炎之推 炎之推 从南朝到北朝 几乎当时的主要的政权 她都当过官 她对南北的民风民俗 非常了解 她给自己家人留了一部书 叫做原氏家训 她就讲到 这个北方纳新取新期以后 这个嫡树之争就非常的激烈 造成了慈松营宫门 荡路张道路 子乌母为妾 地处凶为庸 波扬仙人之慈基 道路祖考之长短 以求执己者往往而有 就为了这个敌树之争 到官府里面去打官司 互相攻击 把这个家丑 接出来满街都知道 后面的孩子 就要诬告 妈妈是窃出身的 这个弟弟 就要把哥哥变成他的庸人 双方都在接仙人的短 把自己父亲做的那些丑事都接出来 到处去告诉人家 希望大家都支持自己 那真的是一个很难看的事情 原之推这一段话 让我们可以了解 当时北方家庭里面 出现这种正妻再娶的情况 他往往引起家庭里面 那么激烈的斗争 你才知道杨氏跟武家这些子弟 他们的关系是如同水火 再往后 幸好是武则天的青云直上 归黄腾达 现在的武则天 那是尊贵无比了 可以说他给杨氏争了一口气 他让他整个家族夜夜生辉 杨氏出身是贵族名门 我们说过他是隋朝皇室的后代 从小是娇生惯养 享尽龙华富贵 在杨氏眼里 他肯定是看不起武士约武家 这种土豹子 豹发户 所以一旦他翻过身来 他也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尊敬他 尊重他 对于武则天本人来说 他现在政治上有权了 但是政治要靠人去实现 他最缺的就是没有自己信得过的人 而且他是宫里的皇后 又不方便在外面到处行走 他能首先想到 就是他的亲人 他家族里面的人 他家族的人就是武家这些人 现在他大权在握 他提拔武家这些人 那是不费摧毁之力 他也确确实实拉了他们一把 不计前嫌 把当年欺负他的这些兄弟呢 都提上来 武为良从史州赤史 提升为司卫少卿 史州就是今天四川省的建阁县 提到朝廷里面 武怀运呢 从营州 今天河北的河坚市 营州的掌史提升为支州的赤史 那就是几乎相当正部级官员了 那么武元庆 从魏卫郎升为中正少卿 从一个军官提上来 中正少卿 副部级 武元爽 从湖北省的安禄市 安州的副朝 提拔为少卿 这是四个兄弟里面 有三个都拔到朝廷里面 到朝廷部门担任副职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副职 像司卫 原来就称为卫卫 掌管的是京城的卫术 和国家的兵器武库 这就是 这个京城里面的卫术部队 那他掌管 中正是管皇族的典籍 档案 少府是管官府手工做法 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 显然武则天 需要有政治的帮手 他开始在大把地 提拔自己武家的人 他要用他们 但是他必须知道 他们的心思怎么样 他是否忠诚 他是不是能听我的话 武则天让他母亲 去见这几个人 杨氏出面 设宴招待这四个 宴席开始了 拉起了家常 杨氏就问他们 说咱们还记得 早年的那些事情吗 我想杨氏要提醒他们 你早年是欺负我的 现在你要知道 我的宽宏大量 我不计前嫌 我提拔你 他通过这个回忆 想激起武家兄弟的忠诚 可是你知道吗 武为良呢 冷冷地说 他说我们是功臣之后 所以享受这个待遇 我们早早就能够当官了 当然了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自己的才干 好像也不是当什么大官的料 所以我们呢 没想到皇后提拔我们 让我们感到 我们不是在快料 我们诚惶诚恐 我们并不以此为龙 这个话 也把杨氏拒绝得干干净净 所以杨氏呢 恐怕当时都要气得气窍生烟 真的不知好歹 原谅你提拔你 你不但不感谢 你还觉得 我不以你为荣 杨氏赶快把这个对话 报告给了武则天 历史上 武则天一向以铁腕的 政治手段著称 对待敌人 他心狠手辣 从不手转 无论是元老众臣长孙无忌 还是位高权重的宰相上官仪 甚至是自己尚在强保之中的亲生女儿 他都杀伐决断 冷酷无情 在他的政治理念中 不是同盟便是敌人 如今面对不知好歹的武士兄弟 武则天又会怎样收拾他们呢 请继续收看 武则天系列节目 皇后的心病 武则天要收拾他们 跟要提拔他们一样的容易 而且可以收拾得非常漂亮 还显示出武则天政治上面的公正 武则天专门向高中上表了 我们在用人的这个政策上面 我们绝不能搞认人为亲 所以我有几个亲戚提上来了 这是不对的呀 武则天这一个上表上去高中批下来 显示出武则天的制签和政治上的公正 结果呢 武为良还回到他的老地方去了 四川的建阁县 去那边当刺士 武元庆 从朝廷里面就被派到哪里呢 四川省的平武县东南 有一个叫做龙州的地方去当刺士 武元爽被任命为豪州刺士 今天安徽省凤阳县这个地方 他们又一下子从朝廷的副部级官员 给扁到很边缘的地方去了 武元庆呢 一路颠沛走到了龙州 一到这和京城不能相比的地方 身上的傲气全没了 在他越想越怕 他竟然在这里呢 就被吓死了 他吓死还好 没吓死的那些兄弟 下场要比他惨得多 武元爽到地方以后 不久就被告发 告发就被流放到郑州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海南省的三亚市 这是当年武则田整树宰相韩元 就是把他流放到郑州去 到天涯海角 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他再没有回中原的希望 所以他也在绝望中 死去了 至于武为良和武怀悦 还有更大的戏 等着他们 武则田姐妹共有三人 他的妹妹 嫁给了一个叫郭孝胜的人 很早就死去了 武则田还有一个姐姐 嫁给了赫兰月时 是一个月王府的公朝 王府里面的一个官员 她姐姐年纪轻轻就守寡 因为武则田的提携 她被封为韩国夫人 韩国夫人生了一个女儿 长得非常的漂亮 号称国舍天乡 武则田最初被王皇后 偷偷迎入宫中 要用武则田去夺萧淑妃之宠 我们看武则田进宫以后 和高宗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甚至可以说是如交士气 天天粘在一起 所以武则田呢 在很短的时间内 儿子女儿一个一个生下来 而武则田生产的期间 他就担心 担心高中会不会和萧淑妃呢 重新有了这一个关系 所以他生孩子的期间 他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 信得过的人去顶班 他就想到他的姐姐 所以他一旦生孩子 就让他姐姐韩国夫人去伺候高中 这样子韩国夫人和高中 又有了非常特殊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 当年武则田呢 在宫内和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斗争 是多么的激烈 也因为这一层关系 就造成了武则田自己的儿子 李贤 后来听宫里的贤言碎语 怀疑自己不是妈亲生的 而是韩国夫人生的 怀疑起他妈妈来了 那你就知道韩国夫人 跟高中的关系 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韩国夫人死了以后 她的女儿被分为魏国夫人 这个人也就是武则田的外甥女 人漂亮 年轻 具有武则田 不能具备的优越条件 所以这个魏国夫人呢 和高中又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让武则田呢 看在眼里是恨在心里 可是武则田呢 也真拿她没办法 面对外甥女魏国夫人的日渐得势 武则田一直眼而不发 这一方面是爱与情面 另一方面 武则田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而在背后事件发生后 武则田加强了对唐高宗的控制 在外朝 他用二圣临朝的方式 使得唐高宗 不再有何大臣私下谋意的可能 在内庭 他抓紧了筹谋 如何除掉魏国夫人的计策 不久之后 他便真的拥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这一年呢 去泰山风扇 按照规定 百官都汇集到泰山 一起参加这个隆重的国家大典 武为良兄弟来了 地方官来了 而且呢 是自己的亲属来了 那要献礼物的呀 武为良呢 当然都给武则田献礼 献上吃的东西 武则田就把武为良 尽献的食物 偷偷下了毒 让魏国夫人吃 魏国夫人一吃就死了 一查这东西是武为良送的 那就对了 武为良变成了罪犯 他们兄弟都被处死 这样子武家你看 四个男儿都被整死了 可是呢 武则田并不能断掉自己武家的香火呀 他就想到了 韩国夫人 他的儿子 韩国夫人和贺兰岳石 他丈夫贺兰岳石生的儿子 叫做贺兰敏之 他把这贺兰敏之接来 让他改姓武 去接武士约的香火 给他生了个官 左三旗尝试 一个非常轻要的官 这样子武家呢 就有了他武则田 自己姐姐的孩子 去继承了武家的香火 贺兰敏之这个年轻人呢 他在朝礼当官 他最缺的是 他那个官职所需要的文化 他是一个流里流气的人 但是他具有了什么呢 美貌 是一个帅哥 这个帅哥被谁看上了呢 大概我们呢 用最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都想象不到 被他的外婆看上了 也就是武则田的妈妈杨氏 杨氏中年上夫 以后就被武家欺负 总觉得自己的欲望 从来就没得到满足 仿佛空度了这一生 他天天都盯着帅哥 终于看到了贺兰敏之 他自己的外孙 长得这么俊美 于是呢 他就跟外孙好上了 两个人就发生了 这个男女之事 你说骑不骑 外婆和孙子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 见不得人的丑闻 可是呢 贺兰敏之呢 因为这个事 更加抖起来了 他觉得他有很强硬的靠山 你看 他跟武则田的妈妈 多么硬的靠山 所以他全然没有廉耻 更加的嚣张 而且贺兰敏之也怀疑 怀疑 魏国夫人 她的这个兄妹 是被武则田害死 所以魏国夫人死 高宗哭得非常的伤心 他哭着对贺兰敏之说 说我出来的时候 魏国夫人呢 身体很强壮 很好的 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死了呢 高宗一边哭 一边念念叨叨的 可是呢 贺兰敏之一句话都没说 就在旁边陪着哭 宫里的一举一动 武则田都是密切关注着 所以武则田呢 从贺兰敏之不回答 他就明白了 他就说 这个孩子在怀疑我 他知道贺兰敏之怀疑他 他就开始厌恶他了 到了贤兰元年 公元的六百七十年 九月十四号 这一天呢 杨氏武则田的母亲 终于死去了 有书记载 她是九十三岁 但我很怀疑 很可能写错了 是七十三岁 不管怎么说 也是一个年纪很大 去死了 老死于长安 武则田非常的悲痛 命令 文武官 九品以上的官员 以及 命妇 外命妇 朝里的这些官员的夫人 都要到杨氏的福宰上去哭 去追悼她 把她母亲呢 追证为 鲁国夫人 四号叫忠烈 这么一个规格 武则田觉得还不够 他还不满意 第二个月 他呢 让朝廷追封 他的父亲为太尉 太子太师 太原郡王 把他父亲呢 再追封为王 就使得他的母亲 杨氏 可以王的规格 隆重地去下葬 这样子呢 杨氏非常风光地 隆重下葬 金官文武九品以上 以及外命妇 一起都送葬 到了殿桥 武则田为杨氏 搭了一个很大的陵墓 这个陵墓呢 今天还在 叫做顺陵 杨氏去世 对贺兰敏之来说 是在政治上 失去了靠山 可是呢 贺兰敏之竟然 没有察觉到 他还能然像 往日那样的 狂妄自大 丝毫没感觉 形势已经变 他还是任意的 事意妄为 他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杨氏智商期间 武则田出了 宫里面的大瑞锦 也就是说 相当于用了重金 交给了贺兰敏之 让他替杨氏 去大肆操办这个商事 可是呢 贺兰敏之竟然就把这个钱给贪污了 自己把它挥霍掉 第二件事呢 武则田呢 看好了 师位少卿 杨思俭 杨氏 名门的杨氏 朝廷的官员 这个杨思俭的女儿 贤惠美貌 武则田和高宗看来都非常的喜欢 亲自定下 杨氏的女儿 作为自己的儿子 太子的妃子 定了这门亲事 这门亲事 贺兰敏之去办 他看到了杨思俭的女儿美落天仙 他竟然就敢起那个心 把杨氏给监污了 也就是把太子的妃子 要入门的太子妃给监污了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呢 他更猖狂到 连自己家里的女孩子 他都不放过 武则田的小女儿 太平公主 经常到贺兰敏之那里去 到外婆家里去 太平公主还小 贺兰敏之竟然对他也动手了 你说这个贺兰敏之是不是太猖狂了 这样三件事连着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贺兰敏之 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了 这些事情呢 到了第二年 暴露出来 武则田当然不能劳恕他 武则田下令 剥夺他的武士的姓 让他回复到姓赫兰去 并且把他除名 就是他当官的资格被剥夺了 把他流放到雷州 就是今天呢 广东省的雷州市 他才走到了韶州 也就今天的广东省的韶官市 在这个地方就被人用马的缰绳勒死 朝廷里面和他交游的人 全部发配到岭南去 牵连了一大堆人 经过这一番的整顿 同辈的兄弟 差不多都收拾得妥妥贴贴的 再也没人敢对武则田不顺从了 武则田在朝廷里面 牢牢地掌握了权力 在家庭里面 他的绝对权威也竖起来了 只是呢 他这一辈人里面 能够委以重任的人 大概也没了 所以他还在动很多的脑筋 为武家续香火 这一些人的出现 还需要假以时日 当然这一些都是后面的事情 我们以后接着介绍